新店区中华里12月份健康奖座季共餐活动 邀请了台大医院医师郑军主讲正确用药与用药安全 藉由深入浅出的说明日常用药的注意事项 包括如何避免用药错误 药品保存方法 以及如何正确与医师或药师沟通 以确保用药安全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 可能吃药有些很强烈的副作用 如果有发生你当然是 如果真的太严重 你刚才是可以先停药 但是说最好是你停药之后 在短时间马上就到 你当初帮你开药的医生的门诊 再去询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其他替代药物可以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安全的方法 中华里里长邱向林表示 因为里内有许多长辈 所以深感用药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在新店卫生所的协助下 安排了专业医师来到里内讲解 希望长辈能够建立正确的用药观念 提升健康意识 大家对这个用药的须知呢 可能有一些还不是很清楚 那医生也都会开除方前 所以说我们这次今天特别安排这个课程呢 也是让长辈们呢 更深更多一点的认识的用药 正确的用药方式 还有药的一个储存的方式 那让长辈他们有多一点这个用药的概念 参与讲座的长辈也都觉得收获满满 会后提问相当踊跃 中华里里长邱向林表示 明年度已经规划邀请中医师前来参加讲座 并探讨中医药与日常保健的主题 另外还会安排中游活动 借此促进里民互动 打造更紧密的社区关系 记者陈小旦 赵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